不斷台中市后里三峰陆雨 重化西路口 台电的电容器组 就因为烈化过热 导致起火燃烧 电容器闪着火光 冒着黑烟 甚至发出了可怕的电流爆炸声响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小时 把民众吓坏了 电动快爆炸了 外头大雨下不停 电线杆上的电容器闪着火光 冒出阵阵黑烟 甚至发出可怕的电流声响 电容器组越烧火越大随时可能爆炸 民众拿起手机一边拍摄 一边提醒用路人不要靠近 事发上午9点多 台中后离区三峰陆雨 重化西路口 一颗台电电电容器组 疑似大雨短路起火燃烧 情况持续30分钟 电桶上面有火花这样子而已 然后就是越来越大是不是 对 民众募集立刻通报台电人员前方抢修 初步勘察发现是电容器与电缆线之间 出现烈化现象 加上连日豪雨导致设备接触不良 过热引起火花 设备先把在我们系统上解零码 所以他先把线路先顺停 然后先把开关切离以后 就很快就把它恢复供电了 幸好经过台电人员抢修 断电10分钟后 在10点51分恢复供电 大雨意外造成电容器起火燃烧 幸好没人受伤 有惊无限 记得从上我圣炫 台中藏导 有惊无限